人 人人人 人力 人公 人世 人口 人世 人世 人物 人世 人物 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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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缘 人类 人阵 人神 人体 人来 人身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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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待 我在后台待了大概两个小时 真是爽歪歪 女优走秀 我接下来我去看了个fashion show 女优走秀 那女优穿什么走秀呢? 呃 穿比较 都穿洋装啊 穿的很 就是比较就是那种细间带洋装 当明星一样啊 就像明星一样真的是走秀 哦 OK 对啊 那我在那边 拿五个人来 那五个就是 Julia 水菜粒 冬月峰 佐藤瑶西 然后还有一个 那个 怎么突然想不起来 雷啊 嗯 对 这五个 这五个各有什么特色 那个雷是大概这几年最 日本最好的 其实这花钱花蛮多 这五个名气都很响 都很响 都很响亮 尤其是Julia嘛 Julia就是所谓那种 人类最强body的那种 那种 最强body body的女优嘛 人类最强body的女优 就很瘦很瘦 然后可是却有三位数的胸围啊 可怕啊 对啊 怎样我在三位数的胸围 就是101公分的胸围尺寸 很可怕啊 你知道其实我 其实那几天 那是真的假的 应该是真的 因为你知道那一天实在是蛮难过的 就是因为我 其实他们要安排我上台去讲一些话 可是因为时间一直delay 我就只好一直待在后台 他们那些女孩子呢 又不在乎后台有什么 一直在换衣服 你知道我在那边待 真是很痛苦 你知道吗 在你面前吗 史上 人类史上最强body 就在我面前 乔内裤啊 换衣服啊 你知道像我这种台北柳夏慧 真的是 你知道 虽然坐怀不乱 心中还是难掩煎熬啊 哇 OK Julia 那我怎么找 我说Julia女優吗 我就会看到她的相片吗 我现在 我现在一打Julia 第一个跳出来是Julia Roberts 哈哈哈 蛮多的 这个让小地方您服务就好 OK 哇 所以史上 她身高是多少呢 她157公分 等一下 no no 怎么可能呢 她157公分 你说 她157 这身材真的很夸张 腿好细好细 胸部好大好大 胸部已经有 已经 已经有她的超过她一般的身体了耶 你如果把她 如果把她转过来的话 蛤 对啊 非常夸张耶 来这边有她的 她的照片 非常非常夸张 不是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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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胸部如果转过来的话 就这个 其实 她的胸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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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胸围是101公分 然后 她的身高是 157公分 真的不可能吗 这个比例 哈哈哈 她是 H还是矮照杯的 非常很可怕 有这样子吗 对对对 这我看不出来 好我来 我来再找一下 这张 这张看不出来 嗯 史上 人类史上最强巴子 这个这个出来以后 那个全场轰动啊 鬼 大家都在都在都在尖叫 全场是都是全男生就对了 呃 其实有一些女生了 但是当然男生居多了 据说现场是1200人 啊 真的很夸张 那天去的时候 其实蛮蛮惊讶的 就是 我知道会很多人去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人去 嗯 对然后 五个女優回去都很爽啊 因为在他 在在日本也没有这么多 人 会来参加这种 就是AV女優出来的活动 这个101公分 对 OK 我还是看外出 好 她出来的时候全场轰动啊 那整个大家 Julia Julia 为什么我居然我有 我的 我 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赖我 说 Julia was in Taipei 三个 这个是表示她知道还是不知道呢 应该是不知道吧 之前 之前来的啦 她待了大概 呃 四天三月走了 哦 我不知道我这位这个 哦 那个这个 美 应该是这个 美国游学归来的朋友 居然也是 也是看日本A片 哈哈 Julia的分析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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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很有名 这个很有名啊 其实来这五个都还蛮有名 应该是真的 我看这个样子好像是真的 是真的啦 因为她在后台的时候 她就说 你们谁怀疑可以过来摸 嗯 对啊 那你知道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我真的是台北留下会 我真的没有走过去 但是我一直在看 那些过去摸的人 在里面流口水 嗯 对 嗯 这个是这个是 那吃蛋这五个人中 在台北这一次就是 我觉得个人觉得 最赶的有两个啦 一个是水菜粒嘛 什么意思 什么是最赶的 就是最赶的有两个人啦 一个是水菜粒啊 那水菜粒其实就是 她一直在华人之中的 那个知名度很高 那很多人觉得她就是 郭彩杰的翻版嘛 那我现场看她真的是很猛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们在我们在在后台看她们在化妆的时候啊 她发现你在看她 她竟然她发现我在看她 因为我一直 因为她在那边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嘛 你知道她们女孩子上台的时候 我是没想到她们除了就是脸上 脸上的妆跟后面头发的造型以外 她们在她们还要用遮瑕膏去抹大腿 嗯 对啊 因为她们可能觉得上面有暗沉 有什么东西要去抹大腿 所以我看的时候觉得很好奇 就她看到我在看她 竟然把裙子掀起来露出内部说 好看吗 蛤 她用日文讲吗 对对对 她说喜欢吗 回来那边 害我就 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觉得相当的害羞 OK好 另外三个人呢 另外三个 你说那个什么水彩莉 水彩莉 菊莉 还有一个叫 陈蔡莉是AV版的郭彩杰 郭彩杰 OK好 另外第三个 第三个叫做 叫做雷啊 就花雷的雷啊 OK雷怎么样呢 雷是一个那个就是 就是在日本算是萝莉教主啊 萝莉教主 所以当了演出七年以后 还能还能继续当当女仆装的很可爱的模样啊 那他是比较 他是这五个人里面 如果五个人算等级来排行的话 我觉得他算是最最最最最好的一个了 嗯 那这个人就反正 这个人就比较疏离 反正没事做的时候就坐在那边一直玩手机 但是就是你知道这种老油条就是真的很 很厉害 就是你没有他的事的时候 他就好像他就在那边放空玩手机 有他的事 他就马上上台去活力 很有活力的跟大家打招呼 在那边嗨 可是在私底下的时候 你根本也不会 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他就跟你一直笑 很可爱的样子 嗯 所以这个其实我跟他相处 其实觉得就是 也摸不着他在想什么 就是就是反正就在后台 而且他这个人算是比较保守 他们换衣服 每个人换衣服都 大家都比较大啦啦的 也不在乎旁边人什么看 只有他一个 什么时候换好衣服我都不知道 都看不到 嗯 对 这是雷 然后冬月峰是这五个里面 唯一来 他是本来是替补的啦 因为本来不是要他来 是另外一个人来 嗯 但他其实来的效果很好 因为他其实就是 他就是一个相当 就是他以前是做赛车女郎的嘛 所以他就是来 他是里面最高的一个 然后 那个牙齿也修过 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牙齿还比较乱 因为日本人就是 然后修完以后他其实就 这次来就是给大家感觉很惊艳 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是佐藤姚希 他找他来其实是 其实他名气很大 因为他是去年日本算是第一 就是最优秀的女佣啦 就是在某个电视台的颁奖中 他拿下第一名啦 但事实上他来其实蛮吃亏 因为其实另外四个都跟竹竿一样 但他就是 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宽一点啦 然后他在网路上很多人觉得 他跟王彩华长得有点像啦 但是事实上我现场看啦 他真的跟王彩华有那么一点点像 因为他算是相对来讲 长得比较熟一点啦 OK 对然后可是他是这五个里面算是最敢讲的 就是 就是大家 大家一起都走秀 只有他一走出来 马上蹲下来M字腿 就是我本来以为他是滑倒 他还讲小蛙 就想不到他直接就是M字腿给大家看 真的是 就是然后在发言的时候 五个人中也是他接受记者访问最多 因为他发言比较麻辣嘛 对啊 对啊 人家就问他说 人家问他说 他说因为他曾经一个月最多最多 就是发片发了十来片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 你拍这么多片不会累喔 他说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光合作用的啦 但是 这样子 但是还是有点累 对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该讲的 该在场面说 该在什么场面讲什么话 他还蛮清楚的 对啊 所以 这五个其实效果蛮好的 还有一个 对啊 就是我刚刚讲另外一个 让我让他觉得很激动 就是其实他不是日本女優 他是台湾人 他叫做 他叫做crazy girl什么东西的 反正就是在那边 扮成一个疯狂假面的样子 蛤 就是 他在A片里面是疯狂假面 他在A片的这个 他在这个场子里面 跟AV女優相处 但他实际上是个台湾人 那他是一个 他不是日本A片里面的 他不是AV女優 他只是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台湾的 算是 铺路狂 模特儿吧 模特儿 对啊 然后呢 然后他就带了 他就带了一个疯狂假面 他就 他就是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一个男生 把内裤戴头上 穿的吊带袜 然后前面穿那种高叉的泳装 对 然后他就是扮成那个样子 一个女生 我 我在 我是 没注意 他也在后台换衣服 但是我没注意到 他就换好 可是还是穿的很铺路 所以我就 其实蛮 蛮 蛮 在那边其实就是 你知道看那AV女優 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 但是看到那个 看到这个女孩子 我就会觉得 实在很夸张 后来苹果日报 他们都抱他抱得很 哦 有在这边 给你看的 你说crazy girl 对 这个就这个 台湾的crazy girl 他就是那天就打扮成这样子出来 所以看不到他的脸 看不到他的脸 可是 天哪 这等于没有穿一样嘛 不是吗 所以他是那天最露的人 他是那天最露的人 就隔天那个 台湾的报纸都写说 他其实比那AV女優还强劲 我也承认了 因为他实在穿太夸张了 他等于没穿一样啊 对 很夸张啊 我在那边 而且 而且你知道 他他因为时间delay很严重 所以 他大概 我预计啦 台湾疯狂女假面 对 我预计他其实大概一点钟左右 就已经换好妆了 嗯 但他一直两点 他快半左右 他才他才上台 所以他后面一个半小时 其实都是一直跟我在后台 他坐在我旁边 我也不好意思 就是 你知道 跟他目不斜视 好像有怪怪的 呵呵 你说疯狂女假面 对啊 天哪 可是跟他攀谈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讲说 你穿这样不会冷吗 所以他其实他脸都遮得满 对 但他其实要找到他很容易 因为他Facebook的粉丝团很好找 随便一打就出来了 所以 疯狂女假面 不是叫Crazy Girl什么的 因为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去记他的那个 就只是 就只是觉得他一直站在我旁边 我觉得很不自在就是 对啊 因为说真的 我真的就是一个台北留下会 哈哈哈哈 对 OK 反正这次的活动 其实效果还 对他们来讲 效果还蛮好的 所以1200个人都是收了票 嗯 绝大多数都是收门票的 对 我在场外 有一些朋友想要说 能不能有就是 因为人数不够 看你们办法递补进来 嗯 结果最后并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现场 就是该来的人都来了 完全没有人 后来他们这个这个场子还被开罚单了 因为 因为人数有点多 那个场就是消防消防队 就是台北市消防队非常在乎的一个场子 所以后来听说就是有现场来查这个东西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离谱就对 吓死我了 哇 OK 所以这个是前几礼拜的事情 这个就是上上礼拜的事情 其实上上礼拜周末 对上上礼拜周末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很follow哪一些就是A片里面的人的 这个女AV的名字 我想说有时候就看看就算了吗 对啊 还要去认得 还要去认得人吗 找到照片 Oh my god 天哪 找照片找很久啊 他等于就是两条直心带 而且是两条细的直心带 对对对对对对 又然后他就是 然后那个就是台湾的疯狂女假面 Oh my god 这个疯狂女假面 天哪 对 你知道其实就是他的衣服真的太少 所以他只要 他不管是背对着我 正向对着我 甚至连侧边对着我 他真的等于没穿 我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条两条狭长的直心带 形成一个V字 对 在前面跟后面 Oh my god 天哪 我在后面后台跟他混了一个半小时 天哪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 天哪 他蛮娇小的一个人 他大概150公分高 我后来有去稍微查一下他的资料 就是150公分高 35公斤重 对 对 然后他 非常娇小 他就是要以疯狂女假面行走江湖就对了 其实他Facebook团人还蛮多 大概5万多 我记得5万多 只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对 就是自从他扮演这个东西 名气长了蛮多的 OK 疯狂女假面 所以这是反而红了这个疯狂女假面 就报纸上来讲 大家注意到的都是这个 五个女優当然是很强 没错 但是其实这种人不亲土亲 所以最后疯狂女假面 其实获得的评价比他们都高 不是因为他穿的太少了嘛 他等于 等于没穿一样 对啊 其实那个穿真的蛮少的 所以当然就是赞全部都按给他吗 对啊 反正我在后台 我看五个女優看的很过瘾 但看到他我就 就是有点害羞 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讲 那些AV女優不会觉得 风头都被抢掉了 不会啊 反正就是 那些AV女優看到他也很高兴 他都跟他合照啊 觉得太酷了 竟然敢这样穿 还上去跳七马舞 太酷了 他爱跳疯狂女假面跳七马舞啊 疯狂女假面跳七马舞 Oh my god 太强了 很酷喔 太强了 OK 那就他有没有被 那些AV女優的经纪人看上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其实他们这是 因为现场很 现场 他们这是一次五个人行动嘛 然后 其实后台休息空间很小 所以其实不是每个人的经纪人都有进来 所以就 其实我猜也没有注意到他啦 因为人有很多 这些 这些AV女優跟这些AV女優的经纪人 其实都有点吓到 因为现场的人实在很多 你知道 就是 在彩排的时候 我看那些AV女優 就是每一个就是 也不能说有气无力 就是 做做样子啊 就是在那边就是走秀的时候 觉得好像 觉得 觉得有点 有点 就是 异性蓝善的样子 可是一上 看到台 看到这么多人 每个人眼睛都发亮哦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AV女優跟那个主办单位讲说 哎 我要在上面撑三分钟 会不会太久啦 结果 后来 在走秀的时候 他一看到这么多人 他嗨的很 他在上面走来走去 一直跟大家挥手 然后后面人在那边一直花圈圈 他就 一直没看到 继续在那边挥手挥手 哈哈哈 对啊 后来就大家时间就delay的很严重 哦 这个crazy girl C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已经有人 已经有蜂友找到了 所以是不是这位 对对对 哦 他那个 仔细长得蛮可爱的 OK 好 这个是我们台版的疯狂女甲面 对对对 今天我们的A片达人 一件软春秋载人来风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A钱 A货 A输 A输太多 但是 A片永远不够 A片里大人 嗯 好害羞哦 本单元为保护集 未满六岁之儿童不得收听 六岁以上十二岁未满之儿童 需父母 师长或成年亲友陪伴辅导收听 A片达人 一件软春秋在这里 OK 哇 所以这个一千两百人的 他们都很爽啊 AV聚会 这些女佣回去都很爽啊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冬月峰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写说 我又不是义男人 既然能看到一千两百人对我欢呼 当场我感动的泪都飙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们在日本没有一千两百人啊 其实在日本哈 就是有 就是之前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日本大概那些一线的女佣书 她们大概就是 两三百个人的场子就很 就很多了 这次是一次一千两百个 那他们这些人如果真的可以进大陆 那不是简直是 他们的目标其实最后都是大陆 但是大陆应该不会让他们去 这很难讲 前一阵子 苍景空不就出问题 就不让他们去吗 不是 就是就是 其实 其实中国大陆那边的人 其实 其实我觉得就是 对对这种东西 比台湾人来讲 很多人其实研究比我们还深 但是 但是事实上 因为他们人太多 所以只要一小撮人反应很激烈的话 其实就会感觉事情很大条 那苍景空就是前一阵子去发唱片 然后他的经纪人说 他是促进中日交流的友好的第四人 促进中日交流友好的第四人 前面三个一个是山口百会 还有一个是李香兰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没必要多说 反正总之就是把他地位拉得很高 后来黄秋生就出来干掉啊 对啊 然后 然后 第三个人是谁 第三个人其实 我是有点记不起来 就大概类似这样子 山口百会李香兰 接下来苍景空 其实这个 这个比喻真的 让很多人觉得不伦不类 所以就 然后 后来媒体又说他 哇 就是不演片子以后 那个手背也出了 腿也出了 是个肥妞 那苍景空反正也回嘴说 我我手背比较出是因为我胸部比较大 所以 所以这这个这种东西 我现在 我现在了解 我不应该在意我的手背太粗 原来你跟苍景空有一样的困扰 然后 然后就是 就是就是 其实大部分的人了 他们这些最后的目标都还是到中国去拍电影了 中国大陆去拍电影 这就是不是拍非AV的电影就对了 那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对 反正总之就是 一样的价码 就是 一样的活动 中国大陆现在出的比台湾的钱多了 所以大家还是希望 对但是 他们的AV牛有到大陆有 有类似像你刚刚讲的这个MOD版的这种 他们连这种片都不能出来 所以都是办正常的活动了 你像之前有一个在中国大陆很红 用鼻孔跟大家问好 叫做混血儿 叫做龙泽罗拉 前阵子也是去那边拍为电影了 但是当然有一些比较性感的画面 但它不是那种所谓的A片了 对 然后 所以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们出现或登台 对 但是其实在那边就是玩这一行的人 就是做就是让一名女游经济的这一块人 其实都还蛮害怕 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边这种很有可能就是 说进就给你进 也没有什么也不需要什么理由了 对 所以他们其实做的都是很小众在做 不是说很大活动在做 只有仓景空是比较大活动在做 对 所以接下来大活动还有 就是8月10号的时候还有六个来 还有八个女游要来 同一场活动吗 对 同一场活动有八个 很夸张 我真的觉得好多 真是 希望你又可以被困在后台 这个 这个是应该没办法困在后台 那这八个有比刚刚那五个更厉害吗 没有这八个其中有六个是同一个团女 是叫做妹妹啊 他们是一个日本就是AV女友组成的歌舞表演团体啊 OK 对 然后反正大家熟悉了吧 就是那个AV林志玲 部队节一又要来了 也在这个八个 他是这六个人里面其中的一个 那另外还有就是 华人还蛮熟悉 比方说像神啸诗之啊 殷辛美啊 还有Maker 这几个都是 都是其实华人蛮熟悉的一个团体 所以这一场会比较载歌载舞一点 对他们是载歌载舞啦 他们这个是成人博览会嘛 他们是负责就是载歌载舞 然后跟影迷玩游戏嘛 嗯 对然后 其实就是这就是六个 然后在场外还有另外两个嘛 一个就是这次五个里面有来的一个叫佐藤姚希的 他有来 他这是 因为摊位里面有一个是日本的正版的那个A片厂商 就是请他来站台 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最好 因为他应该是就是在会场里面晃来晃去 你可以你要跟他拍照或怎么样 应该都是都是蛮方便的啦 極度友善的AVVL 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蛮 而且就就如果你不介意他是 他有AV王彩华的封号的话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自己小站找来的一个开摄影会 叫陈四伟啊 然后他是反正就是他会一起在这个会场里面 就是当当店长这样子 推销产品 什么意思 他就是来 因为我们在那个摊位 我们在那个会场里面有办一个摊位 然后他就请他来当一日店长 然后开开摄影会让大家拍拍照 他是谁他是一个摄影师 没有他是一个就是一个AV女友 对所以就变成八个人 怎么是中文名字呢 叫陈四伟 陈是生陈八字的陈 所以还是个日本人 是个日本人 赛车女郎出来的 赛车女郎 赛车女郎 赛车女郎通常身材都非常的火 对没错 所以就反正所以我们的摄影会 就找他来这样子 让大家穿点 让他眼睛吃个冰淇淋 所以这个是成员博览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暑假 这个暑假台湾竟然来了13个 13人次的女友 真的是非常多 所有爱日本AV的台湾男人 真是幸福啊 对对对 幸福 幸福百分百 对对对 如果是可以的话 下次就跟我一起到后台去 A钱 A货 A输 太多 但是 A片永远不够 A片 大人 好害羞哦 本单元为保护级 未满六岁之儿童不得收听 六岁以上 十二岁未满之儿童 需父母 师长或成年亲友陪伴辅导收听 今天我们这个AV达人 A片达人 一剑软全球在这里 所以其实现在日本AV界还有 还有喂娘的A片吗 有啊有啊 所谓的喂 喂娘 喂娘就是伪造的娘子 我们用这样来讲 就是伪造的 伪娘 对伪娘啊 他所谓喂娘 其实当然就是 就是不是真的女孩子 其实他们就是一些男生 然后穿上女生的衣服去做 那在在AV这一块 其实其实是一块不小的市场 至少就是像我知道就是 至少有两个到三个非常非常出名的 这种喂娘 喂娘的 我也不知道该说他们是女幽还是男幽 总之就是 喂娘幽 对喂娘 因为他们就是会把自己就是打扮成 其实他们明明都是男儿生 然后把自己打扮成女生 然后在里面替男幽做 与女幽一样的事了 OK 从前夕 就是跟男幽行光合作用 对从前夕到后面 没有一个是少的 当然他们是走后门了 OK 哇 那所以也有有名 这个就是这已经是一个 日本AV的趋势 对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 对 然后而且你知道像这种 有这种系列的 对像他们做这种系列 片厂通常都会在封面上注明说 我们没有修图 对为什么呢 因为 那这个是要给直男看 还是给同男看的呢 其实你知道 其实这种 这种日本是有真正的gay片的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两个男生 就是还有上次就是 之前我来节目的时候 有介绍过就是 就是柔他们有访问过 那个所谓的gay男友 他们就是很 就是前击刚刚试试的那位 对对对 他们就是真的就是用棍子在打架 就是看起来就是 两个男生 他们也不会去做任何的变状 对但是我记得说 谁要谁就是看的人是谁 他们这种叫在日本叫做癖好片 就是对这种事情有癖好的人 OK 对所以就是 所以很难讲说这个男生到底是gay 或者是straight 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难讲 也许它是双性恋 也许它是gay 反正总之这种骗子就是 你知道 也许它是异性恋 对对对 这种骗子在日本 第一个就是他们是 他们都独守 就是守着自己一块小市场 第二种这种骗子比一般的骗子贵 对 对因为他们觉得说这种这种东西 我们拍的很不容易 我们要找到一个人 一个卫娘 他们要找到一个卫娘 他是一个男生 他愿意扮成女生 他愿意对男生 他愿意对男生做 所有女友可以做的事情 很不容易 所以他们的骗子要高一点 我们骗子也要卖的贵一点 那通常贵是有多贵呢 可能有 他们一支的钱 可以买一般A片大概买两支 到三支的钱 所以其实真的是很贵 这种骗子其实 所以你知道我一开始看 珍惜品种 珍惜A片就这样 物以稀为贵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就想说 哇 这种骗子谁来看 因为我 你知道我第一次接触这种骗子 我也不是 因为我也没有那时候 没有学日文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觉得怪怪的 你不知道喂 喂娘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所以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 这个 这个 这个为什么女优 女优的嘴巴里面有一个棒子 男优的嘴巴里面也有一个棒子 这是 非常非常奇怪 对啊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的回事 对 他们不是人妖哦 他们是男生 所以人妖还有另外叫人妖片 他们是伟娘有伟娘片 所以这种东西分的其实很稀 对 OK 哇 所以伟娘 应该是念伟 伟娘 伟造的伟 对 他们现在其实这一块 在日本慢慢的有起来了 就像之前有说 他们要 他们有第一个人 开始发送所谓的写真集 对 对啊 所以就是 九名伟娘模特儿 要出写真集 对 所以这一块是 慢慢的是成为 我觉得已经不再是 AV的一种现象 慢慢可能变成 日本演艺圈 就是甚至整个 整个的都 整个日本都有这种 一种流行的现象 当然不会是大众 就是小众 OK 哇 所以日本那个第一本伟娘 写真集上市 请认清楚这两个字啦 如果没有特别的癖好 看了可能会蛮 蛮 就是会有作偶的感觉 这样子 OK 这还很好奇 到底他的这个目标客群 目标客群到底 到底是 是谁 那个 OK 最近有一个 关于说 逃离闷经济 台湾九女跨国淘金 前一阵子 你知道苹果就 就是 没有水果日报 就有打来问我 就是台湾女生 在日本淘金的 那个状况 那其实 其实 其实我们在 就是我们最 因为我平常 最常直接接触 就是 就是日本人嘛 他们现在在找 所谓的台湾女优 跟台湾男优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其实 事实上 他们认为啦 台湾是接下来 下一个 可能会承认 日本AV版权的 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其实是 有些 这叫针对 为了我们台湾人 量身打造的A片 所以他们 他们要抢攻这个 所以他们接下来 是想为台湾 就是专门打造 就是台湾专用的 所谓的AV 台湾AV偶像 就对了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直接把日本 日本女优 带过来 然后 就是在这边拍一片 说我们是为台湾拍的 这样子 就是日本的AV 男女优啦 这样其实问题最少啦 就是反正就只是 日本人自己弄一弄 但其实他们还是希望 就是说能够找到 所谓台湾的女优 或台湾男优 在台湾拍一片 然后就是 可以逆输入 也可以在这边 制造话题 这样子 他们这么有把握吗 他们是这样做 他们是这样说 也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我觉得 很不容易达成了 因为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女孩子 真的会去演 其实我还蛮 我觉得台湾一定有男生 放得开来 愿意去演演看 试试看 看自己能不能成为 下一个家庭因 那可是女孩子 我觉得就比较 不容易啦 因为我觉得台湾 这地方太小了 你去拍这种东西 马上被人肉搜索 你接下来还要不要 还要不要过日子 但是他们现在 其实就是在信头上 所以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对 但他们为什么认为 我们会 A片会合法化呢 因为其实他们 有一批人在这边 做这件事情 有一点时间了 对 所以他们觉得会有 会有机会 前阵子又 前阵子第一次 他们有一个很大 空前的挫败 就是 就是有一个法官诠释 就是说 这个 最后还是决定 他们没有著作权 但最近他们又挑起 一个新的 新的诉讼案件 就是希望能够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就是台湾能够保障 他们所谓AV的著作权 的这个事情 对 如果真的弄得起来的话 他们第一个就 大概 我猜应该就是去告 那些盗版厂商 然后就 接下来就是 整个就开始做 这样子 人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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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钱 A货 A输 太多 但是 A片永远不够 A片大人 好害羞哦 本单元 为保护级 未满六岁之儿童 不得收听 六岁以上 十二岁未满之儿童 需父母 师长或成年亲友 陪伴辅导收听 哇 所以我们台湾经济 什么都闷 连酒店 就是连那个 坐台陪酒的小姐 都要出走 其实现在 现在酒店都能出台 就是坐台陪酒 酒店小姐 其实也没 其实因为大家去的人 比较少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 赚的没有很多了 他们都超过一成的 酒店小姐 都有跨国掏金的经验 首选是新加坡 再来是大陆 对啊 对啊 日本 澳洲及关岛 其实因为现在台湾的酒店 其实就价格都很便宜 说真的 就是一个小时 一千五到两千 那种其实你说 小姐能赚到什么钱 我也不知道 蛮少的 那你说如果要赚到 比较多一点钱 那可能就是 就是会做一些比较 就是你知道 你看十年风水 轮流转 嗯 以前不是那个 大陆小姐要来台湾掏金 现在台湾小姐要到大陆去掏金 这个状况真的是差很多 你知道我们之前 有一群朋友跑去大陆当炮兵团了 回来跟我干扰说那边的素质很差 我们就说奇怪 怎么就是 而且当然是变贵 第一个是价格变贵 第二个是跟我讲素质很差 后来我们 就是跟我们认识 这是最近的事情 就今年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跟大陆的朋友请教说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后来得到答案是说 现在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什么的 大陆老板直接包起来就好 谁还让他们去酒店 所以剩下的去 当然就是酒店品质就比较差 而且他们说现在 台湾客人去那边 就是在东莞地区也没有很受欢迎 以前当然是很受欢迎 因为年年初说台湾男人比较温柔嘛 对啊 现在就是台湾男人就是 就是比不上的所谓 就是有一些马来西亚 或新加坡人来的大方 所以台湾男人渐渐的 人家也不要理你了 这种都是现实的因素 他们说那个什么 不过好像那个 大陆的这些酒店干部 很欣赏台湾的小姐 他们说这个 敢玩嘛 他们说大陆的小姐有个坏毛病 上台后不是玩手机 就是傻傻坐着 不懂得跟客人撒个招互动互动 对 然后说台湾妹子不一样 条件可能不优 但懂得发假 把客人当男朋友伺候 所以不少客人都指定要台湾小姐 我们比较有服务精神啦 你知道 当然这里没什么好骄傲的 就是可是我跟你说 就是在 就是我们那些朋友去大陆 他们讲说 就是现在他们也是 就是现在小姐年轻嘛 然后那些年轻的小姐 就是就是玩手机啊 然后以前像以前的小姐 比较愿意就是 就是希望跟你去 就是出场的时候 希望跟你做过夜 因为过夜的时间比较长 那可是现在他们就是 只要做做就是快餐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接下来还有其他 要出去玩啊什么的 对 而且他说大家服务经验都不好 他说有一个朋友 就是去找了一个那个湖南美 当然两湖多机车 是我们这群之前的过去的寻方客 共同的那个语言嘛 那可是一进去他就 我完全没听懂刚刚那句 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请你详家解释 就是说两湖的小姐 湖北跟湖南的小姐 就是可能就是在态度上比较忌车 你可能比较 可能你跟他们相处会感觉到比较不愉快 可是他说我们那个朋友是一进房间 那个小姐就跟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们湖南的小姐是绝对不吹笛子的 然后他就他就觉得你什么都没有 就现在然后就赶快说你赶快快点快点快点 他就很受不了 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 这也不能去客宿对不对 这也没得客宿 你可以客宿客宿真的也没有用啊 因为当下感觉就已经不好了 对啊 那这种还是要去客宿嘛 没办法客宿 嗯 OK 然后 哇我都没有想到这家 这酒店业也严重受影响 哦当然影响其实蛮大的 我们那时候就是 我最后一次去酒店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其实影响蛮严重 就是声音也不好 进来的菜色也不悠这样子 所以但是现在林森北路那边还是蛮 就还是有灯红酒绿啦 只是说 只是说现在就是 你说跟我们那时候 就第一次开始去玩那个状况还是差了 有差了 不过大陆那个很壮观 哦很壮观啊 很壮观 蛮壮观 对啊 那个 那些 但我那次只是去一个KTV 就把我下班 你是去哪里的 就重庆啊 哦重庆也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KTV的那些 那些都很bling bling啊 都很bling bling啊 嗯 然后也有小姐可以来陪你唱歌啊 对啊 对 然后一来 一来就是二十个三十个这样进来 来打招呼 先生晚上好 然后就后来我说那你这边有男生吗 他们也可以也有男生也可以来给你选 也有鸭店的人可以可以马上过来支援 帮我班长 我马上来活力支援 对啊 这是对啊 都是非常惊人的现象 他们有些鸭那种体格很好啊 我们有 我也认识一些女生是会去大陆找鸭的 但是我看到那一批全部都像花美男一样 对啊 就是把自己的像花美男啊 都很喂娘的样子 大家就喜欢这样子啊 我是有认识比较阳刚 解放军的 哦 OK 我那天没有一个阳刚解放军都没看到 就跟吴奇隆一样 脖子比脸还要粗这样子 感觉就是不当鸭可以去当北斗神圈 对没有 我只是我就见识见识 而且我想说 我如果 我如果点了一个他坐我旁边 我还要陪他讲话 对啊 没错 我还要娱乐他 对不对 天哪 然后晚点还要跟他说 谢谢要付他钱 对 不然那会有别人买单 但是我觉得很累这样子 我还要去招我还要去招呼他了 对啊 A钱 A货 A书太多 但是 A片永远不够 A片里大人 好害羞哦 本单元为保护级 未满六岁之儿童不得收听 六岁以上 十二岁未满之儿童 需父母 师长 或成年亲友 陪伴辅导收听 这个前一次有一个报道 讲到说广东省有一个夏川岛 说男人没到夏川岛 不知身体好不好 然后有一个中三大学的社会系副教授 陈美华研究性产业 二度跟台湾买春团 到这个夏川岛直击酒店 每晚五百名小姐任君选择 嗯 然后呢 他发现了已婚中年男人爱买春 是想寻回恋爱的感觉 对啊 不少男人晕船 是啊 然后回台后 国际电话一个月打两万多块 是啊 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回去探亲 就回去探亲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些已婚台湾中年男人 根本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 为什么这样讲 应该是啊 就是他从来没有真的谈过恋爱 其实我也不晓得 但是他讲的每一个经验我都有过 包括夏川岛这个经验我都 夏川岛 但是你好像很早就去过夏川岛 我大概一九 还不到两千年的时候就去了 对啊 其实他就是一个像是台北转运站的地方 什么是什么是 就是整个岛都是风化区 对就是就是就是各地 那时候啦各地就是全全全全中国各地就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掏金梦的女孩子都会先在那个地方 先到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其实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女人 那我觉得问题很麻烦是有一群人看起来根本就不像 就是未成年啦 对啊 所以其实蛮蛮 蛮在那边其实去 有些时候其实罪恶感很重啊 因为你也知道我台北留下会道德罪恶感比较重 你还是有道德感 我是有道德感的 然后呢 这个说 呃 诶我们这个社会系的副教授 这个性学女教授 是 她就跟着五名 台湾男子 未婚的两人四十出头 一位经商太忙 另外一位是公务员 宅男都没有女友 其他三位已婚 一名两名商人一名已退休 年纪四十四到五十四岁 哇四十四五四可以退休其实蛮不错 五个人平均月收入约五到十万 全部都住南部 然后他们从高雄搭飞机飞澳门 从拱北关入境珠海转搭小巴士 嗯 三嘴港 从港口趁渡轮到夏川岛 非常非常累好吗 对啊 需要这样子吗 第一次去也是觉得 啊 干嘛这么累 我去台中不就好了吗 然后说渡轮上 这几乎清一色都是男的耶 行李吊牌上标示台南是嘉一是新北是 而且呢 你听到的都是台语 对啊 然后说夏川岛这个市区只有三条街 但通通是凤化区 是的 然后小姐住处楼下不是化妆店就是药局 这个买春团每天睡到中午自然醒 午餐后踏青按摩 晚饭后去花街唱卡拉OK 晚上十点 十点选秀之后带回饭店性交易 对啊 然后就一排一排女的就在花街上 看你怎么选了 八百块人民币就是有一位小姐可以全赔二十四小时 对 所以买春团行程一周每个人花费约三到五万五万台币 嗯 然后这个 这位这个陈美华副教授呢 中生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他把这个观察心的揪团买春去台湾男与中国女的复杂多元性关系 嗯 他有这个发六月份有发表 是 嗯 然后 哇所以他认为买春像恋爱就对了 对啊 其实其实你知道就是他们他他刚刚当然是讲说很多已婚人在那边追寻恋爱的感觉 啊可是你知道其实我第一次就是所谓的沉船也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夏川岛吗 呃不是就是就是就是也是在广东 但是朋友到夏川岛 因为我去的第一次是很震撼啦 因为在那边吃残废餐嘛你知道 残废餐就是你坐在位置上你什么都不用动他们就帮你服务好这样子 皇帝餐就对了 你又双手这样子 他们就会 来啊 你只要动口就好了 对 来啊 然后他们就动口就好了我也就来啊 我也对他们这样讲 然后反正总之就是 你就退化到婴儿气就对了 当然这种就是很震撼的感觉 可是后来真的是交通太太远了啦 所以后来大概就是 什么意思你也沉沦了 然后你后来也也打2万块的国际电话 我我不但打2万块的电话费 我还另外再把我的薪水全部都给那个女的 对啊 为什么他说什么他家里家里弟弟要开刀 其实条件是什么我好像忘记 他一开始跟我讲说一开始说生活费嘛 后来又跟我讲说什么 那个就是家里想要盖房子要跟我借钱 所以你坐过火山巷子就坐了 对那个火山都喷发到没有岩浆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沉沦呢 其实我不晓得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怕失去他 对啊 才会这样做 怕失去他 我跟你讲我很拼的 就是后来就是 就是跟这个女的回老家 我还追去他老家 在东北 我天哪 那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你的钱堆出来的房子吗 盖出来的房子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人有找到 但是房子没看到 人有找到 对 那他那时候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做了吗 他已经没有做了 已经金盆洗手了 已经金盆洗手了 靠着你的养分 靠着我的 吸收完我的养分 但是西市上 我那时候也算是心甘情愿 他没有暴力胁迫我嘛 对不对 我还是给他 当然后来就发现 就是 就是这场恋爱谈完以后 一贫如洗啊 就你是爱他 但是他只是把你当成 其实我觉得我是爱他 那他有没有爱我我不知道 但至少那段时间相处还蛮愉快 我有时候还会想到这一段关系 对 并非全部都不是美好 并非全部都是不美好的回忆啦 然后可是就是 就是你知道自己 真的是被他淘干净的啦 对啊 你就是他的摇钱树啊 但是你现在还是希望 你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他有爱过你吗 其实不会 现在你说现在都结婚了 谁谁谁会管他 有没有爱过我 就是就是 就是会想到这段时间的时候 会觉得 那时候相处关系 其实除了前辈掏光以外 其实也没有算非常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恶劣啦 因为没有很强烈的争吵嘛 就后来在台湾你就知道 慢慢的就觉得 不太可能跟他们有什么样 就就淡掉了这样子 他们也不会再主动找你联络 就这样子 哇哦 对啊 火山笑子 对那时候 哦火山喷发完后 但是这种故事 你应该也也也听过很多啊 怎么会动 就动真情呢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 可能我们真的都不懂得恋爱 你知道吗 所以人家对我们好一点 我们就觉得 哦 盲叔叔 那你应该 你要去看那个香港电影啊 什么电影 一路向西 哦对 是不是一路向西 一路向西太晚拍了啦 我早看就不会这样子了 不过一路向西也是类似的嘛 对不对 对啊 他也是对一个北妹动了真情 是不是 对 而且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很不懂得教训的人 就是你知道这种事情对我来讲 其实一而再再而三 所以我其实照于来讲 就是名义上我应该有两栋房子 一个在四川重庆 一个在 一个是在东北的长春 我是去看过东北长春啦 那四川那个 那个重庆那边我就没去过了 哦 OK 名义上你有两栋 对对 两栋一件软车车的 沉过两次 资产 对 还沉过两次耶 你这很丢脸耶 就就 你知道常住的时候很寂寞 所以才会这样子 哦你说那时候是你在大陆的时候 常住的时候很寂寞 对啊 哦OK 哇 好吧 沉沦两次 对那个船的破洞还蛮多的 哈哈哈 造就了今天的一件软车车 我们的A片达人 嗯 OK 哇 所以这个 这个 男人 男人没去过夏川岛 不知道身体好不好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身体还蛮差 哈哈哈 就是因为去过夏川岛 对对对 感谢A片达人 谢谢谢谢 一件软车车 谢谢 好拜拜 Ninggu为参考记 天 unt 天那她的 保 击 互 天 快